第16題,同第15題的所謂的位置與時間關係圖的表格 他問我們有關於甲乙兩車的運動敘述呢,何者是正確的 我們能夠從剛才的15題的討論當中我們已經知道 甲車呢是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乙車是所謂的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A選項說甲乙兩車都做等加速度運動是錯的 同時呢,諸選項也會是錯的 因為甲車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加速度 所以他們兩個也不會平均加速度都會相同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0到3秒甲從0走到45 乙也從0走到45 而所謂的平均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有多少位移 他們的位移都相同,時間也相同 所以他們的平均速度就會相同 所以C選項說甲乙兩車到0到3秒通常平均速度相同是對的 有關於B選項 甲乙兩車在3秒末的順著速度相等 這是對不對 當然我們可以很認真努力的去算出來 甲車的所謂的順著速度多少 他比較好算 因為他是等速度運動 平均速度就等於順著速度 那也可以用VT圖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的方法 求出所謂的乙車在3秒的速度 然後看他兩個會不會相同 但是我們也可以很簡單的用想的東西就知道說 他們會不會一樣 因為他們到3秒的時候 所到的位置是一樣的 都從0走到45 可是我們的乙車開始的時候比較慢 那所以到第三秒的時候 他不可能會跟我們的甲的一樣快 他應該要比甲來的快 他才有原來比較慢後來比較快 然後總和的結果才能夠在相同的時間之內 走過相同的位移 所以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說 乙車在3秒末的順著速度要大於甲車 而B選項說 他們兩個的順著速度相同就會是錯的 所以我們第16題的答案要選的是C 加一輛車在0到3秒的平均速度是相等的